本诗篇87篇是颂赞西安的一首诗篇 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诗篇不同于前面我们所查考的诗篇 这个诗篇它的内容非常主题似乎好像不连贯 而且这个时代的背景我们也不太清楚 到底是被掳之前还是被掳之后 它具体的背景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我们看到这里面大体上可以分三段 基本上都是以西安为主题 那么第一段我们看到一节到三节是歌颂西安 然后四节到六节似乎好像没有连贯性 但是这里面生在那里这城也是跟西安有联系的 所以谈到了上帝纪念记录的名录当中 有一些以色列国以外的这些国家和民族 然后最后一段就是在西安的喜乐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段 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 他爱西安的门胜于雅各一切的住处 神的城有荣耀的事来指着你说的 这里面说到了耶和华的圣山 西安城 大家一定要知道 虽然我们不知道它具体的时代背景 但是至少我们应该清楚就是在旧约的这个处境当中 神的圣山 西安山 还有耶路撒冷 神的城 等等 这里面都是基于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亚伯拉罕之约 上帝应许他们那块地 然后让他们成为大国 后来又包括应许他们亡 那后来呢 我们看到建立亡国的时候 第一任扫罗被废 然后之后呢 是大卫接续他做亡 立都在耶路撒冷 然后他儿子接续他 最后就国家就分成两个部分 南北 南国犹大 北国以色列 那在这样的光景当中 我们看到是耶路撒冷和西安山 基石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和恩约有关系的山 为什么呢 如果把恩约扣除的话 那个山就算不得了什么 正因为上帝应许那块土地 上帝应许要做他们的神 与他们同在 甚至在他们中间 拣选了一块土地或者山 在那里设立上帝的圣所 圣殿在那里 因此呢 我们看到好像那个山 就与以色列其他地相比的话 上帝爱雅各 其他的圣 圣于爱西安 圣于爱雅各的其他地方 为什么 那里面有神的城 神的殿 代表着神在以色列当中 同在的这个殿 是百姓与神相交的这个殿 礼拜的这个殿 所以是在整个旧约历史当中 特别是这个中央圣所的 这样的时代里面 是非常具有重要意义的 西安 那么问题是我们今天作为 今天新约的教会 外邦的基督徒读到西安的时候 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我们又不是犹太人 我们又不是以色列人 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当我们查考整本圣经的时候 我们发现西安 正向上帝启示他的约 启示他的救赎计划 在历史当中逐渐一步步的展开 揭露 向我们揭开这个面纱的时候 向我们展露整个上帝福音和救赎计划的时候 这个西安这个地理位置 也逐渐的发生了变化 旧约里面西安可能就是一个山 然后神的殿 以色列中心神与以色列同在 以色列是神的圣洁的国度 君尊的祭祀 先知的国度 上帝要与他们同在 但是同时呢 我们也看到以色列 无论是从亚伯拉罕之约 还是从我们刚才所说的 这个圣洁的国度 君尊的祭祀 圣洁的国度 强调神分别为圣 属于自己 属神的百姓 所以是圣洁的 分别为圣的 与其他的民族分别的 但是君尊的祭祀的时候 这个祭祀 它具有两面性 它是具有中宝的 它不管是侍奉神 它还要代表百姓 所以它有所代求的对象 它要带着一种祭祀的职份 活在这个世上 虽然属神 但是要承担祭祀职份 言外之意就说 正如亚伯拉罕之约是 万族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因以色列百姓 上帝期待以色列百姓 要做外邦人的光 上帝先祝福给他们 正像保罗解释的 先福音先传到 先给亚伯拉罕 传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 期待他们领受 这个福音的好处的同时 将福音带到万邦当中 万族当中 所以西安这个位置呢 我们看到 不只是犹太主义的那个概念 我们中国教会经常受这种 时代论者的影响 所谓的回归 耶路撒冷宣教运动 其中背后的神学 就是因为我们解释 圣经的视角里面 认为西安是非常独特的地位 但是这是一种解经上的失误 所以不要去掉这种西安主义的 好像整个历史都围绕着 以色列百姓为中心 随着圣经的发展 历史的发展 我们看到这个西安的概念 渐渐地延伸了 上帝不仅独爱西安 上帝更是透过西安 他关注的是列国 关注的是列国 甚至是以色列的敌国 这就是第二段落里面 给我们揭露的内容 上帝这里面说爱西安的门 当然是恩约性的爱 爱雅各 爱以色列 因为上帝这个恩约性的爱 上帝拣选了他们 爱他们 在他们身上要成就他自己的旨意 然后紧接着这个西安的概念 扩张延伸到列国 甚至我们刚才所说的 以色列人敌国 这个拉哈勃呢 其实就是指埃及 然后巴比伦就不用解释了 埃及曾经奴隶过以色列人 虽然一开始接待过 后来就是奴役欺压他们 借着摩西施灾 拯救他们释放脱离埃及为奴之地 为奴之家 然后巴比伦呢就不用说 这个巴比伦也是以色列族的 以色列地的经常的这个威胁者 后来也是背露巴比伦嘛 然后菲利士 推罗古石等等 这个都是基本上是 古石可能稍微远一点 讲到非洲那个南部的一个国家 那这里面我们看到 大多数都是以色列人敌人 但是在上帝的那个概念里面 都成为神所生的 都成为神的儿女 都成为神敬拜神的人 各个生在那里 也就是说西安是神的城 但是透过这个西安的城呢 生出诸多的儿子 推罗菲利士 巴比罗拉伯 各个都生在那里 谈到了一种异象 一种画像 就是西安之母 透过西安生出众多的儿子 当然这是一个寓意的 一个类比的一个说法 因为这些都是国家 民族 它和西安之间不存在 肉体行政上的关系 但是属灵上是有关系的 透过西安生出诸多的儿子 也就是这是亚伯拉伯之约 万族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万族必因亚伯拉伯 以及亚伯拉伯的后裔 以色列百姓 甚至最终的这个基督 透过他们蒙福 上帝祝福亚伯拉伯 上帝拣训亚伯拉伯 及他的后裔 先拣选他们 先侍应给他们 目的是让他们成为 祝福的通路 而这个祝福呢 最终也是 在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真以色列 基督身上成就了 他完全遵行了父的旨意 他将福音做成 并且在他活着的时候 也接触过希腊人 外邦人 什么叙加人等等 然后他也拆遣他的门徒 从耶路撒冷 犹太前去到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去做见证 后来保罗圣经里面 记载是去到罗马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 上帝在亚巴拉罕里面 支约里面 西安有个独特的位置 他成为列邦之母 成为属灵的母亲 透过西安 然后生养众多 而西安我们刚才说了 扩张到万族 而这个西安的概念 在启示录里面 或到新约的概念里面 西安就成为教会 神的殿 神的家 神的居所 透过教会 福音临到外邦 所以耶稣基督 他完成救赎工作之后 拆遣门徒的时候 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万族 然后直到地级做见证 是透过教会 去生养众多 然后生了这些 不同的民族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无论是从亚巴拉罕之约 从福音的宣讲来看 上帝在历史当中 虽然阶段性地 去拣选了以色列人 亚巴拉罕都先拣选了 但是他的目的是 去向各族呼召 那些他所拣选的百姓 这一个 那一个都生在其中 而且至高者 被亲自建立这城 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 他要点出一个生在那里 这是神的心意 神的心意 所以诗人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前面谈到了 自己的哀歌 国家的哀歌 然后又谈到了痛苦的时候 视角渐渐地转向了 从自己和自己的国家 民族转向了这个国际 那这个诗篇里面就特别 把这个事情联系起来 西安和万邦的救恩之间的关系 然后最后一段七节 说到歌唱跳舞都要说 我的全员都在你里面 西安的喜乐 一种欢庆 跳跃 在神的面前敬拜 我的全员都在你的里面 我的生命的源头都在你的里面 我的好处都在你里面 我们的民族的根源 我们生命的源头 我们一切的祝福都在你那里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不像以往那种在患难当中哀求神 在痛苦当中寻求神 这个反而充满了歌颂 但是这种歌颂呢 我们一定要知道 它不是那种盲目的 是在信心和盼望里面 在神的国和神的意充满的里面 他深深地知道西安是特别蒙爱的 但是这个爱不是犹太主义 西安主义那种自私的 神是我们的神 只是我们的神 而是带着神的那个万国万邦的 旨意和计划 他称颂西安的这个特殊的 这样的地位和祝福的同时 也看到了万族 因着西安的缘故 和西安之间的关系 西安成为母 福音因着西安临到万族的光景 最后的场面是在西安 他们一起欢喜的歌唱 承认他们所有的救恩的源头 生命的源头 都是来自西安 或者是来自这位恩约的上帝 这位慈爱 拣选 施恩拯救的上帝 那么今天呢 我们弟兄姐妹 透过旧约的西安 这里面所隐藏的万民的救恩 直到基督降世 他将神的国亲自带领来到我们中间 因为他是支搭帐篷 亲自住在我们中间 那位神 道成肉身 希腊原文里面 丰丰满满的恩 住在我们中间 是指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 所以他亲自来到我们中间 这个神的殿就 耶稣自己就成为神的殿 亲自来到我们中间 这个不需要再上耶路撒冷 不需要再上巴勒斯坦 基督来到这里 那对于我们今天来说 基督复活 升天 福音传到万邦 拆遣圣灵 今天我们这些正向使徒 约翰所说的 我们与使徒们所传的福音 相交的时候 就是与神相交 我们就成为这个万族当中的一员 成为从西安而生的人 这就是神 应许亚伯拉恩的祝福 那个亚伯拉恩之约 万族必因 你的那一个后裔 耶稣基督蒙福 我们今天成为 因着基督的缘故 因着福音的缘故 我们成为真以色列人 成为真的神的百姓 我们所有的救恩的源头 都是从这个应许 上帝的恩约里面出来的 我们所盼望的就是 将来基督再临时候 带给我们那个所谓的 那个新的城 但是这个城是什么 西安城是什么 一般的姐姐家认为是 比起建筑呢 有形的城呢 更是指教会 那个是完全成就的教会 整个被拯救的团体等等 如何如何 所以我们看到 从旧约到新约的这个 西安的这个应许 这个荣耀 这个计划 这个位置的成就 那么我们正好在这个两点之间 我们已经成为属灵的 以色列百姓 成为神家里的人 甚至成为神的殿 我们这个教会成为神的殿 所以我们应该有这样的 确信和盼望 就是上帝爱了我们 上帝赐恩乐给我们 赐生命给我们 借着亚巴拉罕之约 福音的允许 亚巴拉后一大位的子 所以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 让我们成为其中的一分子 我们也当带着这种救恩的欢喜 带着这种盼望有一天与神相聚 所以这种救恩的确信 这种救恩的知识和盼望 使我们可以面对今世的一切的困苦和患难 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年生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愧 如果我们没有盼望的话 我们说我们就没有办法在患难当中忍耐 如果我们有救恩的喜乐的话 我们也没有力量去面对今世的各种试炼 所以当我们虽然遇到的生活的是琐碎的 具体的个别的这样的事物 令我们揪心的时候 令我们烦扰的时候 令我们迷茫彷徨的时候 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一个事实 就是我们是亚巴拉后一 亚巴拉的后一 是透过耶稣基督的血所买来的 我们是属上帝的 是他所生的 我们的救恩的权益是他 透过亚巴拉之约到耶稣基督 到基督再临时带给我们完全的救恩 我们带这种宏大的 这种基督教的世界观 基督教的历史观 基督教的人生观 因为知道了这个世界的发展 历史观 然后我们自己的人生也有了方向 我们就如同心腹等候基督再领养 在今世所操作的一切 都是预备着迎进我们的基督 那么在预备的过程当中 我们今世还在行走 还在生活 会遇到很多这种疾病 患难的痛苦等等 而面对这一切的时候 我们不能失去这个救恩的盼望 这个盼望成为我们活在地上的意义 活在地上的价值 活在地上的动力 那今天的本文内容不是很多 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这个时间一起来祷告 他的任教育 都没有 隐瞻 要 在此 过程 后 坏